熱鍋子裡面的湯很燙 而這個艷陽高照 全台的溫度飆高 燙到有傳出有不少民眾 發生了熱衰竭 還有疑似熱死人的個案 在台東縣有一名八旬的老父 他到菜園去拔菜 一次過熱而昏倒 被發現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而在台南縣有一名男子 他是太熱昏迷了 住進家戶病房觀察 在高雄市是有不少的單車族 他們因為熱衰竭而掛急診 在四個小時之內 就有15位的民眾 因為體溫過熱到醫院就醫 熱熱熱 阿嬤連坐在陰涼處 手裡都拿著扇子不斷的煽風 單車族全身包到 曬不到太陽 太陽眼鏡 頭套 頸部 也都全部包起來 但衣服覺得要透氣 預防 熱衰竭 因為溫度飆高 全台都傳出了不少 熱衰竭的個案 台東縣一名八旬的老父 到菜園拔菜 疑似太熱昏倒 被發現時沒有生命跡象 新竹地區傳出了13起的熱衰竭個案 台南縣則有一名男子過熱昏迷 送進了家戶病房觀察 而在高雄地區 五名單車族發生了熱衰竭到醫院掛急診 更在四個小時內 更有十五位民眾因為體溫過熱到醫院就醫 譬如說是頭暈啊 頭痛啊 想吐啊 全身覺得腹脹 主要民眾的疑慮可能是說他現在這個發燒 這個全身不是的症狀 到底除了熱衰竭 還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 他們會緊張 醫師表示民眾對於體溫過熱不用太過恐慌 要保持室內通風 多補充水分 如果有出現嚴重的呕吐發高燒 才需要到醫院就診 昨天新聞網路請問林鄭彥 高雄報導